編曲 王康瑰 本來呢根本是沒民主 他們是要專制共也控制在一起 因此我們本來就沒宗教的自由 他們所說的民主辦教是一個假章 他们说天主教是有一会一团民主管理 其实大家知道爱国会是政府的工具 凌隔主教之上他们管理教会 尤其是教会的财产 主教团都是有未无实的 当然所有的地上主教都是所谓主教团的成员 但他们一点都没有实权 一会一团时时一起开会 这些会议是政府召开的 有政府官员来主持的 现在根本有些遗迹 大家可以看到 宗教局局长黄祖安很威衰地主持会议 外国会议的主席、主教团长 坐在这儿低头听他发明明的 国内又说推行民主选拒权 大家知道国内选拒完全是政府操作的 大家听过的话 我们政府很努力的 选拒之后 明天第二天就知道 他们说不是当日就知道 我们国内选拒之后 选拒之前面坚持 在每一个教区之上 官方的教会最高权位 是一个叫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 本来会五年是一次的 参加的人是全体的主教 有神父三女教育的代表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选出外国会的主席 几个副主席 主教的团长 几个副团长 但这些选拒是假的 一开始开会 那些快被署的人 已经坐在主席的台上了 到现在这些会议 是一位加油 劉伯仪先生是他主席的 最后一次开会 刚刚宣布他退休了 他未与主席 所以下一次开会 不知道谁会主席的 现在中方是在谈判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叫中方要明白了 那就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宗教是可以政府这么管的 当然政府要关心所有的宗教 使得大家都能够照律理论 照国家的正确的法律 就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教会内部的东西 他们没有理由去插手 如果他们真的放手 那这个主教团 才是真正的主教团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问题 是冰毒 问题现在是政府插手 政府在办法